好吧 来吧 我们看一看本周的东西 那本周说白了是在讲个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我们上周一部分内容的延续 那上周我们讲了什么玩意儿 我们讲了membrane 对不对 我们讲了membrane 那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membrane 比如说我们的细胞膜上面 我们的plasma membrane它是一种membrane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organal 尤其是我们这个eucharist eucharist里面还有很多membrane-bound organelles 比如说我们有matochondria 对吧 matochondria有两层膜 我们有ER ER有一层膜等等等等 所以它也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膜结构 那上周我们讲过 这些膜结构呢 其实它的组成的成分是很相似的 都是phospholipid 那只不过这些phospholipid的一些种类也是不太一样 对吧 它那个head group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 但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都很相似 那哪怕是在一层的membrane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的整个的membrane是由两层phospholipid来组成 对不对 那这两层phospholipid 内外两层我们的outer lipid 和我们的inner lipid composition 都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对吧 那外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phosphatidylcholine 可能会多一些 对不对 那我们内膜 我们的inner lipid可能会有一些什么phosphatidylserine 对吧 所以我们这些膜还有不同的结构 那它的功能 我们上周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除了它可以帮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区域分隔开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control我们的这些物质的流动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细胞 对吧 我们有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外面因为有这一层membrane 所以呢 外界的一些比如说有毒物质 比如说toxin 或者是外边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它很难钻入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对不对 它很难钻入 所以我们这个membrane其实对我们的细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保护作用 它没有办法轻易地让外界这些物质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但是同时它也会导致一个问题 那很多我们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东西 可能也被这个膜阻挡在外面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物质呢 它会对我们这个membrane有不同的permeability OK 不同permeability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我们常见的几个物质 那我们有不同的 我们对它有不同的permeability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先有一些small hydrophobic molecules 那首先什么是small hydrophobic molecules 就是这分子很小 是吧 非常非常小 那同时这些 molecules呢 它里面的 我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看我们135讲过的东西 那它的dipole moment 应该是零 对吧 它没有net dipole moment 所以这些 molecules呢 我们都称之为它是hydrophobic molecules 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像很多的gas molecules 很多很多气体分子 它们都属于small hydrophobic molecules 比如说oxygen 是吧 nitrogen carbon dioxide 那有什么 那 carbon dioxide为什么也是这个hydrophobic 那我们说我们讲 我们的carbon是不是两次各有一个oxygen 对吧 hibridization 对吧 这个sphibridization 所以 我们的nit dipole moment 就是零 对吧 所以 那对于这些small hydrophobic 就是说 它可以从外面 很轻而易举地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也可以从我们的细胞里面 很容易地就跨越我们的细胞膜 往外面去 那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上次说 这个membrane structure 我们就说过 那虽然叫 它应该叫一个这种疼呢 是hydrophilic 对不对 hydrophilic头部 里面呢 是一些hydrophobic tail hydrophobic tail 那我们的这些hydrophobic mouth small hydrophobic mouth 它很小 对吧 它就很轻而易举地 可以跨过我们的细胞 OK 很轻而易举 跨过我们的细胞 那 我们再往下看 那有一些分子呢 相对来说 它也是比较小的 是吧 但是呢 它是polar mouth 我们来举个例子 像water 对 water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polar mouth 是 那么还有urea 是吧 还有glycerol 像这些东西 它的size并不是很大 可能也就两三 Curban 甚至incurban的味道 是吧 那 就是polar 那我们说 water 是吧 非常经典的polar 它肯定是polar的 那对于这些model口来说呢 它也可以跨过我们的membrane 但是呢 它跨模的这个效率 就会低很多 所以 我拿这个箭头的大小呢 代表说 我这个东西 有多么容易跨过我们的学 所以 这个箭头越大 对吧 它越容易跨模 它在permatology越大 但是呢 对于water urea glycerol 这种比较small的polar molecule 虽然它也能跨模 为什么它也能跨模 因为它size小嘛 对吧 很简单 很小 但是呢 由于它是polar 那我们之前讲过 like is of like 对不对 我们的polar molecule 喜欢跟polar扫门的在一起 我们的nonpolar molecule 喜欢跟nonpolar扫门的在一起 那现在你要强行让一个polar molecule 跨过中间这个nonpolar的区域 是不是非常困难 所以相对来说 它们呢 虽然也能跨过去 但是呢 很难 很难 那它的permatology会降低很多 接下来 我们再看 我们稍微再大一点 比如说我们有large uncharged polar molecule 那这些猫的可能个体会变得很大 比如说glucose有6carbons对吧 sucrose 这有12carbons对吧 越来越大的 那这些moleta我们举个例子吧 人家像glucose cpros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的hidrobsol 就是有很多hidrobsol 那这些hidrobsol group 是不是都是polar group 是不是都是polar group 那这个时候 我们让这些polar 非常large的polar molecule 你想让它跨模的话 这会更难 本来它是polar就很难了对不对 那现在它size变得更大了 所以它更难以跨模 那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落网之余对不对 所以那如果我们在这写的话 可能更好的一个写法就应该是 我在这画一个 怎么说呢 画一个虚线吧 画一个这种虚线的建设 对吧 画一个虚线的建设 那也就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分子 一些large uncharged polar molecule 也可以跨模 但是只是by chance 只是by chance 只是它不小心 偶尔碰巧了 跨过模去了 但是你让它像前面这两种 那能跨比较多的这种分子 那它是不太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的large uncharged polar molecule 好吧 所以它们几乎不会给自己跨模 尤其是谁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管它是large还是small 我们不管large还是small 统一凡是charge model 它几乎不会跨模 OK 它几乎不会跨模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一个建设 都没有画发现了 所以它很难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中间这个部分 它是non-polar的 但是charge的moral molecule 是干什么的 是超级polar的 对不对 所以你想让一个非常polar的东西 跨过一个非常non-polar的区域 是不是非常困难 对吧 那几乎不会通过的 所以对于charge的moral来说 它是几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也不能跟你说 它是完全不跨模 因为它也有by chance的可能性 但是它的probability应该是最差的 所以这是我们这种情况 那问题就是 我们该怎么让这些molecule可以移动呢 比如说我让一个molecule 可以从膜外移动膜内 或者说我让一个molecule 从膜内移到膜外 那我们总得有一个driving force 对不对 总得有一个driving force 那就像我往前推着你走 你才能走 是吧 那我不推你 你就肯定不能流动 这跟水也是一样的 那水会往低处流 那水也不会往高处流 类似这样的 所以它们之间总会有一些 这种推力存在的 driving force 那正常情况下 对于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东西 它的driving force是什么东西呢 以后我们会说 我们统一叫它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我们统一称之为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molecule它会从一个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大的地方 比如concentration或者charge比较多的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侧去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 concentration一般从高的地方 会往低的方向移动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electrochemical规定 那一会我们会仔细来说这个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一些small uncharted molecules 我们知道一开始这small hydrochemical molecules small uncharted molecules 它们可以轻而易举的cross我们的members 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需求 比如说像这种large uncharted molecules 或者是这种positively charged 或negative charged ion 对不对 我需要 那我们该怎么让它们跨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助 对吧 那不像他们两个 没有人帮助我也可以进 但是后面这两个一定需要其他东西的帮助 比如说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一些protein的帮忙 我们需要protein的帮忙 所以这些protein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 两类protein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它分成再细一点 把它分成三种protein 那有哪种protein呢 我们有transporters 我们有channel 那这些protein以后我们就会讲 那这些protein它有不同的功能 它们可能会移动不足的molecule 那我们就利用这些protein帮我们去移动这些分子 因为我毕竟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从外面吸收营养物质进来 对吧 那grucose是我们最重要的营养物质的吧 那我不可能它不进到细胞 那不进到细胞里面我没有办法成的能量 那肯定不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需要这些protein过来帮忙 OK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你像我们的很多transport protein 有哪些呢 我们transport protein呢 它们可以帮我们去移动这些polar或是channel帮 当然transport protein这个地方有两类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transport 你不着急记 因为我们这时候还会讲 我只是给你讲一个overview 那后面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channel OK 那它们两个都是protein 它都是protein 那对于这些protein来说 它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性质 就是说它们都有selectivity OK 它们都有selectivity 那这个selectivity就是说 它们每一个物质 它们每一个protein 只会选择 只会选择某一个特定的molecule去移动 那我举个例子 有一种protein它可以移动glucose 那你说这个protein还能移动sucrose吗 那肯定就是不可能的 那一个channel可以允许sodium通过 那它能允许比如说corine通过吗 就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我们的transport protein 包括channel protein 它们都是有什么东西的呢 它们都是有选择性的 它们都是有选择性的 那某一个特定的protein 只会移动某一种特定的molecule 那之后我们也会说 之后也会说 那有一些channel protein它 可能会移动多种体验 你比如说之后我们会讲protein的时候 我们会讲一个东西叫做tine channel 那可能在130这个课里面我们还碰不到 但是到以后你继续往深入里面学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有一些channel 我们称之为cation channel 什么叫cation channel 它可以移动大部分的这种positively charged的ion 什么sodium亚 potassium亚 calcium亚都可以 它的选择性可能会是稍微弱一些 但是就基于我们这门课来说 你只要记住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transport protein 你甭管它是transporter 还是我们的channel 它都是具有选择性的 它都是有selectivity的 它只会移动某一种特定的molecule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transport的国际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什么叫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membrane 我再去复杂 由于外界 怎么说呢 由于我们外界的这些物质 和我们细胞内的物质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吧 你看外面有一些Ion 我细胞里面也有一些Ion 那外面的Ion的concentration 包括它的content 可能跟我们细胞膜里面 Ion的concentration和content 是不是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内外会有个什么样 会有个电压的一个差异 OK 原来我们叫voltage 我们把电压叫做voltage 那现在我们给它换一个名字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potential 所以potential说白了就是voltage 那这个potential就是两侧 我们两侧的电的差异 就是我们这个potential 那对于potential来说 就跟我们刚才讲过 potential energy怎么样 谁这个molecule 比如说我准备讲 我们有水的重力适能 对不对 那在高的地方的水 它带的potential energy 就要比低的地方水 带的potential energy 是要高一些 对我们细胞来说也是一样的 由于外界和内界的环境差异 比如说外界的ion content 和外界的ion concentration 那这个时候它们两个不一样 那就会导致我们两侧 可能会有不同的concentration 不同的电压的差异 那我们来稍微说一说 正常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正常情况下外界呢 它是正电荷会稍微多一些 就带有正电荷的ion会更多一些 那外面主要是谁呢 我给你稍微说一说 那外面比较多的ion是谁呢 是sodium ion 当然还有些别的 还有些比如说calcium ion 所以像这些东西呢 它这些离子的能度会高一些 它会高一些 那inside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那inside里面呢 可能是比如说potassium ion 可能会多一些 OK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当然我们主要是寄什么东西呢 我们主要就是寄sodium和potassium这两个都去飞了 好不好 那外面我们的sodium会多一些 细胞里面我们的potassium会多一些 那当然除了这两个ion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ion 对吧 还有corin啊 还有calcium啊 还有等等等等 一些东西啊 但是总体来看 外面的这些positively charged ion的数量 要比negatively charged的ion的数量要怎么样 要多一些 要多一些 所以外面如果你插一个电极 如果你在细胞里面插一个电极 OK 然后呢 你在细胞外面也插一个电极 你把这两个电极连在一起 然后中间放一个电压表 去测一测两个差异的话 那你会发现 外面的这个电压的这个大小 要比细胞里面这个电压的大小怎么样 要大一些 所以我们这个membrant potential 就会是什么情况呢 我希望你记不住口诀 叫什么呢 叫外正内副 OK 叫外正内副 也就是说细胞外面的 细胞外面的这个 细胞外面的正电盒会多一些 细胞里面的负电盒很多一些 但是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注意一点的 就是说 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他们只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你比如说 那我外面可以是正电盒多一些 对不对 里面呢 可能是正电盒稍微少一些 这个其实也是外正内副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 relative的这么一个relationship 而不是一个absolute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个我希望你稍微积极 好吧 那在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的时候 细胞什么都不发生 我们把这个细胞放在当前这个环境里 达到平衡之后 比如说我们的正常physiologic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细胞呢 它就会处在一个外正内副的情况 外正内副的情况 那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外面 细胞外面和细胞里面 它的这个ion的这个content和concentration 是不一样的 OK 好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 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dried force 那首先我们来看最简单的 是我们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concentration gradient就不用我讲 那就是说有一侧的concentration比较高 是吧 有一侧的concentration比较低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molecule 会从concentration比较高的地方 移动到concentration比较低的地方 对吧 那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可以跟我们的 刚才讲过的 nonpolar small nonpolar molecule 跟他们举个例子 那如果现在比如说红色的这个molecule 那对于红色这个molecule来说 它是外面多对吧 那里面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molecule 就会从外面移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OK 从外面移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那如果我换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假设这是oxygen 假设这是oxygen 那外面的oxygen的细胞里面 OK 那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呼吸总的基本能量 那我们产生了什么东西 产生二氧化碳 比如说黑色的这个方块 是我们的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那carbon dioxide呢 它是里面多 是吧 然后呢 它在外面少 所以这个时候 由于我们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 我们的carbon dioxide呢 就会从我们的细胞里面 移动到我们的细胞外面 OK 连到我们的细胞外面 好吧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种 small non-pole的molecule来说 说白了 谁决定它的移动方向呢 就是concentration 我们的molecule 一定会从一个concentration 比较高的地方 移动到concentration 那我们称之为concentration 那另外一侧 我们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有些Ion 当然这个理论上来说 我不应该把它画成 我不应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因为中间其实应该有一个protein存在 因为这个Ion带有chart之种molecule 它是不会跨过膜去的 它是不会自行跨过膜去的 一定得有人来协助 它一定得有人来协助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理论上 这个地方我应该画一个protein 但是我没画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首先 比如说现在 我们外面有三个positively chargedI 我们的细胞里面 也有三个positively chargedI 这个时候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移动 对 是的 它可以by chance 但是这个by chance 实际上也太少了 你知道吗 就几乎不会 几乎不会 我们怎么说呢 这个Ion 可能只有一个半个就过去 它几乎不会发生 几乎不会发生 好吧 现在我们到达一个比较稀奇古怪的状态 你看外面我们有三个positively chargedI 里面也有三个positively chargedI 这个时候是不是站在positively chargedIon的角度 它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外面有三个里面有三个 它们的concentration是一致的 但是你发现我们的这个Ion 它还是可以从外面 从细胞外面移动到细胞里面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道理非常简单 我们刚刚讲过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对吧 那外面是positively charged 我们细胞里面相当于是nexively charged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Ion呢 它又是一个positively chargedIon 那正电荷喜欢什么 就是喜欢负电荷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会从我们的外面移动到里面 那这是由于谁的吸引 由于charge的吸引才进来 OK 由于charge的吸引才进来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chemical gradient 我们称之为chemical gradient 那如果说现在我既有concentration gradient 又有chemical gradient 是吧 那这两个我们把它合在一块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那你需要注意 这两个gradient呢 是有这种相加效应的 什么叫相加效应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 我们 如果说我们现在 外面这个positively charged的Ion很多 里面呢 positive gradient 也有chemical gradient 是吧 因为外面多嘛 对吧 里面少嘛 是不是 那这样 我们这个离子移动的速度会怎么样 会更快 是吧 更多 那因为它是既有concentration在 又有chemical gradient在 OK 那同时 那又突然要问了 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你比如说 那我可能 外面的这个少 是吧 外面带正在核里子少 那里面带正在核里子多 但是 流通里面是负的 是吧 那外面是正的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是的 是有可能了 所以在很很 在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这个细胞 它就应该是跟外界处在一个 如果它没有物质交换的话 没有这种离子交换的话 那它的chemical gradient 它的这个 electrogradient 应该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物质怎么移动的了 我们有几种transportation方式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主要来分 其实有两种 其实主要就是两种 哪两种呢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simple diffusion OK 称之为simple diffusion 什么叫simple diffusion 就是它不需要任何网络好卡 是吧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网络调一下 重新评计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减了吗 现在还可以看吗 好现在好了是吧 哎 可能是我这个手机系号不是特别好 我把它移动到靠外面更多一点的地方 就是罗卡你就随时告诉我 我来调整 那第一种我们还是回复 回复所以接着说 那第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simple diffusion 这个simple diffusion 就跟它名字是一样的 就非常simple OK 我们这个网络直接就快膜移动 完事就这么简单 无论你是从细胞外面进到细胞里面 还是从细胞里面跑到细胞外面 那凡是你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帮忙 你直接就快膜了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simple diffusion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facilitated diffusion 那facilitated diffusion是什么意思 这个叫协助对吧 facilitate叫协助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facilitated diffusion定义成 我们这个帽子如果要跨膜 它需要别的东西的帮助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是谁 我们需要帮助的就是我们的protein 你比如说我们有transport 我们有channel protein 那这些protein过来帮忙 去帮我们转运这个物质 那这个就属于我们的facilitated diffusion 那这两种你需要注意 它们都是干什么呀 它们都是follow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我们都是follow我们 因为无论是simple diffusion 还是facilitated diffusion 是不是它都会从一个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高的地方 把这个分子移动到一个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低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它们都是从高到低的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energy OK 因为它自己本身就带了 它自己的potential energy相当于是 我举个例子 你把一个水 让这个水从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 是不是不需要给它任何的energy 比如瀑布 对不对 那瀑布上面的水流到瀑布下面 你需要帮助它吗 不需要 对不对 不需要 所以这些我们都统统称之为 我们称之为被动流数 然后叫passive transport OK 所以passive transport 你只需要就是一点 那它都是依赖于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去移动 它一定会从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高的地方 移动到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低的地方 OK 那同时由于 由于它是不需要任何能量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passive diffusion OK 或者passive transport passive transport 那有两种 如果不需要人帮助 直接过 比如说像这种 small hydrophobic small hydrophobic 是吧 OK 那small hydrophobic 那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 它只要走simple diffusion就可以 那如果它是一些 比如说large polar molecule 或者是charged ion 那这种东西 它必须有人帮助 对不对 那帮助的就是我们的channel protein 或者是我们的transport protein 那这种由于它需要protein的帮忙了 我们就称之为它是facility of the addition OK facility of the addition 所以这个很简单 很easy 那下面我给你总结了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transport的大类 叫passive transport 那在passive transport里面呢 我们不需要energy 我们把这个表达了 这是第一个大类 OK 那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是什么东西呢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active transport OK 我们称之为active transport 那什么叫active transport呢 就现在呢 我们需要给它input energy OK 因为它是active passive是被动的 对不对 那active叫主动的 主动因素 所以在active transport的时候呢 我需要给它input energy OK 需要input energy 那这里面我给你了几种不同的方式 是吧 比如我们来看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一个bong 我们称之为pop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什么pop呢 它会叫做什么呢 它会叫做什么atpa OK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hydrolyzed ATP 为这个pop提供能量 那在对于我们的active transport来说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 它可以干什么 它可以moveagainst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因为之前我们如果是passive的话 它只能从一个concentration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高的地方 跑到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去 它不需要别人帮忙 它不需要input energy 但是现在我们要against它 你比如说现在我要把水库里的水抽到上面去 给它蹦到上面去 那水是不会往高处自己流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给它需要input energy进去 比如说我按一个泵 这个泵要插电 我们拿电能把这个水从底下运到上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energy 我们就需要利用energy 那在我们的细胞里面energy是谁啊 就是ATP 对吧 那当我们这个pump在hydrolyzed ATP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个molecule moveagainst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好吧 那这种最简单 我们的pump是最简单的一种active transport 它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它说白了就跟我们插电的那个泵是一样的 它把电能 用电能 然后帮我们去把这个物质从一个势能比较低的地方 向一个势能比较高的地方 那在我们细胞里面也是这样子的 那只不过它不是插电的 它是ATP的 对 那另外两种就比较好玩了 OK 它们呢是在利用其他的 它们在利用其他东西的这种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作为driving force 去move另外一个molecule against它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所以这种呢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这种我们称之为primary active transport 那这几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 OK 那我在这下面再写一下我们不记得 我们把它称之为primary active transport OK 那另外几种 因为它在利用其他的molecule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称之为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 就是它没有直接在利用ATP OK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东西分别叫什么 那第一种呢 它们两个都是transporter protein 那一种呢我们称之为anti-porder OK 另外一种呢我们称之为same border 好吧 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看不136是吧 你之前我们讲过了 我们用anti-addition 我们用same-addition 那anti-addition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把两个molecule夹在了不同侧 对不对 那thin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把两个molecule夹在什么 夹在了同侧 这个情况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 那anti-porder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molecule 它们是move opposite direction OK 那一个molecule呢 是从外面往里面来 另外一个molecule呢 是从里面往外面去 OK 所以它们两个的方向是正好相反的 那thin-porder是什么东西呢 thin-porder就是 它们两个move的方向是一致的 你比如说两个molecule都是从外面跑到细胞里面去 或者都是从细胞里面跑到外面去 那这就是我们的anti-porder和same-porder之间的区别 OK 那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首先 我们先来看这个anti-porder 好不好 你比如紫色这个molecule 所以紫色这个molecule作为什么东西 它作为我们的drivingmolecule OK 你会发现 它现在呢 在细胞里面的量是比较多呀 在细胞外面的量是比较少啊 对吧 所以根据它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它应该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移动 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细胞里面移动到细胞外面 是吧 因为它要follow它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那当它移动出去的时候 这个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就为这个transport怎么样 提供了能量 干什么呢 把另外一个molecule 从外面移动到细胞里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对于另外一个molecule来说 它是外面比较少 对不对 里面比较多 所以我们move against the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好吧 所以紫色的这个 是我们的drivingmolecule OK drivingmolecule 那黑色的这个 是我们的transportmolecule 好吧 那它们两个方向正好是相反的 一个是从细胞里面跑到细胞外面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从细胞外面进到细胞里面 好吧 那你一定要会区分 谁是那个drivingmolecule 那谁是move follow the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r down the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它就是我们的drivingmolecule OK 那另外一个 从一个electrochemical比较低的地方 跑到较高的地方 这个molecule它是我们的什么 它是我们的这个被运输的molecule 被运输的molecule 当然 那我们现在这个举的例子呢 是这个drivingmolecule是从这个里面到外面 是吧 那同时如果我们再画另外一个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drivingmolecule 是不是可以从外面到里面 比如说外面比较多 对不对 里面比较少 可以吗 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它也可以drive另外一个molecule 跑到外面去 那可能是外面比较多对吧 里面比较少 OK 那这种区分方式特别简单 如果你发现 我们这个molecule 这两个molecule在里面都很多 OK 在外面都很少 那这种情况下 大概率就会是我们的anti-poller 就用anti-poller来转 对吧 那么看另外一种叫same-poller 那对于same-poller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两个molecule 都是往同一个方向移动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driving molecule 比如说这个棕子的molecule 它是什么driving molecule 它在外面比较多 在里面比较少 所以它会move down the electrical chemical gradient 对不对 那当它move down the electrical chemical gradient的时候呢 就为这个transporter提供了能量 它呢也可以把另外一个molecule顺道一起带进来 但是呢另外一个molecule它就可以against electrical chemical gradient OK 所以这种我们就称之为 这是我们的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anti-poller和same-poller 那同时 比如说我们上面是吧 我们还有一个transporter protein 叫什么呢 叫unipoller 对不对 那什么叫unipoller unipoller的意思 就是它只移动一个molecule 往一个方向 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外面多 里面少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molecule从外面移到里面 对吧 一个方向 一个molecule 那如果现在我们反过来 如果是里面多 外面少怎么办 也是一样的 它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unipoller 从这个里面运到外面 也可以 要一个方向 一个molecule 所以这种protein 我们就称之它为unipoller OK 那unipoller一次只转运一个物质 那它是follow electrical chemical gradient 那如果我们的same-porter 我们的anti-porter呢 它虽然也是transporter protein 但是它就不是facility diffusion 而是一个active transport 那这个active transport的时候 它是利用其他molecule的这种concentration ingredients 去drive另外一个against electrical ingredients OK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active transport 这个active transport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这种运输模式分成两种 是吧 一种是我们的passive OK 被动运输 另外一种是我们的主动运输 它们两个的区别就在于 passive不需要energy 但是呢active它需要energy 那active的energy来源呢 它有两种方式 一个它可以直接去hydrolyze ATP 另外一个呢 它可以利用另外一个molecule的electrochemical ingredients OK 好吧 来 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一块来讲一讲我们这个transporter protein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这么多了 是吧 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一下这些transporter protein 它们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性质 对吧 它们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功能 对吧 那我们一块来讲一讲 那每一个里面呢 我们可能会带一点example 带一点case 那我希望这几个case你还需要知道一下 好吧 好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 要直接的东西来开始 那比较直接的就是我们的channel OK 那channel相当于什么东西啊 相当于在我们的细胞膜上 利用这个protein在上面打了个孔 OK 打了个孔 但是呢 这个孔你需要注意 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东西都会钻进这个孔里的 这个channel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吧 这个protein它是具有选择性的 OK 它是具有选择性的 具有选择性的 所以 那我们这个channel protein你需要注意 它既然是一个孔的话 我们所有这些molecule它都要干什么呀 它都要follow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所以外面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一定要是比较大的 里面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molecule从外面是吧 通过我们的channel运到里面去 是吧可以的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无所谓 那我们里面可能比较多 是吧 那外面可能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molecule就会沿着我们这个孔 从里面跑到外面去 所以说白了channel就是在我们这个膜的表面开了个孔而已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easy 那它呢是不需要任何energy的 因为它是follow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的 所以它属于我们passivetransport肌症 那inert protein OK 那你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东西啊 channel protein 由于它是开了个洞 对不对 然后它是开了个洞 那这个洞来说 几乎它是很难被saturate的 OK 你现在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呢拿了一个 比如说拿了一个 什么呢 拿了一个桶 拿了一个钢 拿了一个木桶 然后呢 我在下面给这个桶钻个眼 钻个眼 那这个眼就是我们的channel 那你会发现 从这个洞里流出来的水 流速非常快 对吧 流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对于我们的channel protein来说 它的移动速率是非常高的 OK 移动速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基本上 你有多少个暗氧 它就会以非常迅速的速度 从这个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高的地方 移动到一个electrochemical gradient比较低的地方 所以它非常非常快 我们得控制它对不对 那我们总得控制它一下 因为channel protein大部分是用来move ion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我来给你 我们再稍微补充一点的话 channel protein大部分情况下是用来move ion 当然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是move water aqua channel aqua pouring 就是水通道 有水通道 但是大部分我们的channel都是move ion OK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内外两次的ion的content concentration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这样它才我们这个细胞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运转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channel它就一直是开着的 是我们的ion可以随便移动啊 对吧 那这样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细胞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一些生理功能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的wav ion都是怎样呢 它们都是有gate OK 你小注意啊 它们都是被control的 那它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关 是有一些条件 不是它 不是它这个说什么 就是说 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channel它是一直开的 但是大部分的channel呢 它是有把门的 OK 我们一会儿来看 那ungated channel是什么意思呢 ungated channel就是 这个channelalways open 那它一直是开着的 比如说谁呢 我们有个叫做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 那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potassium它一直是开着的 这个potassium一直是开着的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 细胞里面的potassium是会多一些 那由于我们这个channel它一直开着的 所以我们的potassium ion 就会一直从我们的细胞里面跑到细胞外面去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 那这个channel是没有gate的 它是always open的 那当然像这种channel我们用的比较少 比较少见 那大部分的ion channel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gated OK 也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就像用我们这个ion的开关 那这个信号一来 啪 我就可以把这个channel打开 那我们的ion就可以顺着我们这个channel 从外面到里面或者从里面到外面 OK 那这个开关有几种不同的开关 那我们得指导一下 比如说你哪怕自己安个灯是不是 你安个灯 那你还有好多开关可以选择了 是吧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可以首波 对吧 我有首波就能开关 我还有什么东西 我还可以有什么光灭型的开关 对吧 有光来 我这个灯就灭 是吧 没光照 或者光线的暗度比较 光线比较暗 那我这个开关就可以打开了 是吧 或者我可以声控开关 对吧 楼道里可能会有声控开关 那我有声音来了 我这个灯就打开了 我声音没有声音了 我这个灯就自然就关上了 是吧 所以对于我们的ion channel来说 它有很多个模式 它这个开关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们来看一看常见的几种开关模式 那第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ligand gate 什么叫ligand gate呢 就是它必须要bind某一个molecule 它才能打开 OK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amp receptor 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这个就不用记了 我是举个例子 那对于amp receptor来说呢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agglutamate agglutamate receptor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没有glutamate这个molecule bind到我们这个receptor上面了 我们这个receptor就处在一个关闭的状态 我们这个channel就处在一个关闭的状态 OK 那如果一旦我们这个channel 它bind了glutamate 一旦它bind了glutamate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open 当然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ligand 那我们现在只举了一个例子上 比如说我们有glutamate 那我们还可以有什么acetylcholine 对吧 我们还可以有别的 那各式各样的东西呢 它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channel 它可能会配有各式各样不同的ligand 那它的最基本的核心就是 它一定要 怎么看呢 我后面写一下 它一定要怎么打开呢 一定要binding of a specific molecule 它是能打开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ligand-gated OK 那第二种叫什么呢 第二种我们常见叫做voltage-gated voltage-gated 叫跟这个电压有关系 那voltage-gated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对于这个细胞模式来说 是不是它外面应该是 正电盒比较多对吧 里面应该是负电盒比较多对吧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 外正内附的membrane potential 对不对 那由于一些ion channel的改变 或者说由于一些其他ion channel的打开 或者是关闭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导致我们这个 外正内附的这种情况改变 你比如说 当我某一个ion channel打开了之后 那有大批量的 有大批量的ion从外面涌入里面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细胞里面 会变得positively charged的ion比较多 细胞外面positively charged的ion比较少 所以它就会从一个外正内附的状态 可能是会变成一个 外负内正的状态 对吧 它可能会做出这种 电位的变化 那这种channel 它就可以感受voltage的变化 那一旦触及了它的这个余值 一旦触及它这个threshold 它就会打开 所以对于voltage-gated channel来说 你需要注意 它是怎么打开的呢 它是sense voltage change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开的 好吧 好 那最后一种 那叫做什么呢 叫做mechanical-gated 那mechanical-gated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快一样 你比如说你快一快你自己的手臂 是不是你会发现 你感受到了你快一快这个手臂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手臂上这个部分的一些 这个ion channel被激活了 那激活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信号呢 通过我们的AXON 传递到我们的脑子里 那你的脑子就知道了 哦这个地方被快了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 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只是对它进行的一些 就是物理上的一些摩擦呀 或者物理上的一些操作呀 我们并没有改变 我们并没有说 你release一些molecule吧 没有吧 对不对 那也没有改变它的这个voltage change 你们细胞里面外面 是不是该是什么样子 还是什么样子 对吧 它没有一个ion concentration的变化 所以它们既不属于 legan-gated 也不属于我们的voltage-gated 那它是通过什么来激活的 它是通过你去摩擦 比如说我们通过stretch 或者是这种拉伸啊 或者是牵招 对吧 类似于这种物理的方式 我们对这个摩擦这些牵引 才导致的这个channel被打开 对吧 所以这一类的channel呢 我们称之为mechanical-gated channel 所以它是怎么打开的呢 它是通过我们的mechanical stress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几种不同的channel 它的控制的方式 OK 那我们见到我们未来 我们未来学的比较多的 就是前两种 所以前两种我希望你着重掌握一下 好吗 那以后我们无论你往后再学 无论学哪节课 你都可能会碰到的不同种类的 like and gated channel 你也可能会碰到不同种类的 voltage gated channel 那这两个是我们以后会仔细学习的东西 那mechanical我们学的很少 除非你对这个 比如说这种外周的这些感觉 这种sensation比较感兴趣 那可能你会碰到 mechanical gated channel比较多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前两种channel是先回来去 OK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这举了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potential leaking channel 它是一个non-gated 那我给你举了一个gated 我们来画一下 虽然这里我没画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这里有个什么channel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 就像我刚刚讲的amper receptor 好吗 amper receptor 那它也是一个channel 那这个channel会移动什么呢 它会移动cadion 你比如说它会移动calcium sodium OK 那这个时候 没有我们的glutamate binding的时候 这个channel处在一个关闭的状态 但是一旦 它上面有一个ligan 发生了binding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case里边 bind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bind了一个erusimate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channel才会打开 那我们这个model 我们这些ion 它才会从外面移到我们那里去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ligan daily channel 所以channel比较简单 因为channel毕竟它只是一个passive transport 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不过它复杂一点 就是我们需要有人把门 对吧 它需要有control 那我们有这么几种不同的control的模式 按照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当然有一些channel 像我们的potassium leafing channel 那它没有把门了是吧 它always open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让这个甲粒子可以持续不断地从细胞里面移动到细胞外面 那跟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呢 跟我们这个membrane potential的maintainance有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transporter transporter就复杂一些 那第一种呢 是我们的uniporter uniporter 那uniporter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是会移动某一种molecule follow它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那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谁呢 是我们的Gluge 那Gluge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glucose transport 所以GLU代表glucose T代表transport 所以Gluge代表我们的glucose transport 当然你会碰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glucose transport 比如说有什么Gluge2是吧 Gluge4 我们具体的这些雅形 我们不讨论 但是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这个glucose transport是怎么回事 那首先 我们的比如说现在 细胞外面的glucose呢 比较多 细胞里面的glucose呢 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 对于glucose来说 我们是不是希望它能从外面移到里面 因为它外面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较高 里面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较低 所以它会从外面移到里面 那怎么移动 它自己进不来 对吧 它需要别人帮忙 那帮忙的就是我们的glucose transport OK 那对于我们的glucose transport来说 它是一个protein 所以是一个protein 只不过呢 这个protein它能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叫什么呢 叫做我们的conformational change conformational change 那这个conformational change发生之前 那可能说我们先怎么办 我们一个glucose先过来是吧 发生一个binding 那它现在是bind到我们这个transporter上面去了 那现在一旦我们这个glucose发生binding了之后 就会trigger一个我们的conformational change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glucose transport它会变一个形状 本来它开口可能朝外了是吧 那当我发生了这个形状变化之后 它变成开口朝内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glucose就可以被release 到我们的这个 到我们这个细胞里面去 那所以对于uniporter来说呢 它更像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更像一个enzyme 你有没有发现 只不过它不像enzyme 它是说我把一个reactant变成product 是吧 那enzyme是这么来操作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uniporter来说 它相对于是把一个molecule之前 在外面是吧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molecule 通过我们这个transporter把它移动到里面 对吧 它移动到里面 所以它很像一个enzyme 只不过我没有对它进行一些chemical变化吧 我们只是移动它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 我们的uniporter 像这种transporter的手机 它可以怎么样 它是可以饱和的 OK 它是可以被饱和的 它可以饱和的 所以如果 我举个例子 刚刚我们讲过这个channel protein channel protein是很难被饱和的 你如果放再多的concentration 你concentration再大 它也可以蹭一下就结束了 就可以把这个 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ion给运完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由于我们transporter 是不是它有一个confirmational change 这么一个变化 对吧 它需要时间的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transporter protein 它可以怎么样 它是可以被饱和的 它是可以被饱和的 这是需要注意的 这很关键 这很关键 好吧 那我们的uniporter 它作为我们的passport transport的一种 它move我们这个molecule down the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由于现在我利用了transport protein 作为我们的帮助 对吧 那我们就称它为一个facilitated diffusion 那物质移动的方向 取决于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那如果现在 我说可能是细胞里面的grucose比较多 对不对 那外面的grucose比较低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uniporter 可以反方向运动 它可以反方向运动 它可以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先bind我们的grucose 然后跟发生我们的confirmational change 然后再release我们的grucose到细胞外面 所以我们这个uniporter 它可以work in either direction 那至于它的direction到底往哪里去 这个取决于它到底是electrochemical gradient的方向 好吧 OK 好 那我们来看thin porter 还有我们的antiporter 它们俩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其实也讲过了 那对于我们的thin porter来说 它是把我们两个molecule 往同样的方向去运输 去转运 去运输 那我们在这里面讲一个例子 那刚才我们在uniporter里面 我们讲的grucose transporter 就对 那这个很重要 就希望你记住 因为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关键 那第二个我们这个simporter 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我们举sodium glucose simporter OK sodium glucose simporter 所以你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它在运什么东西 它在运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sodium ion 一个是我们的glucose OK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 我们说它们都要往同样的方向移动 是吧 那对于我们这个细胞来说 我们刚才说过了 一个正常的细胞 它的外面concentration 我们sodium concentration是比较大的 细胞里面sodium concentration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sodium 它是外多 sodium是外面多 里面少 所以对于它来说 这是我们的driving molecule 所以这个时候 sodium它会bind到我们这个simporter上面来 那当它bind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把glucose一起bind到我们这个transporter上面来 那现在我们一下干嘛 confirmation change 到confirmation change发生的时候 我们呢就利用了这个sodium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是不是也把这个glucose带进来了呀 那只不过这个glucose它move against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sodium glucose sample 那在我们这个case里面 我们的这个sodium 这个sodium就作为我们的driving molecule OK 那一个sodium可以带一个glucose OK 一个sodium可以带进来 那在这里面他会问你 比如说谁给我们这个sandporter气功能量 就是我们的sodium ion的 sodium ion它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为我们的这个sandporter supply the energy support energy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sandporter 那这个名字也特别重要 希望您记住好吗 那同理它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我们的transporter protein 那中间它也一定会发生我们的confirmation change 所以它并不是开动 你需要注意啊 它并不是开动 它是依靠我们这个蛋白结构的变化 OK 它依靠我们蛋白结构的变化去做转移 所以这是我们的sodium glucose sample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antiporter antiporter 那这个antiporter呢 我们也举一个example 那这个example是谁呢 是我们的sodium proton antiporter sodium proton antiporter 那对于我们的sodium proton antiporter来说 它是想把什么 它想把我们的sodium 从外面遇到里面去 那同时它又想把我们的proton 从里面遇到外面去 那这个该怎么操作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ion是不是moving opposite direction 对吧 一个从外面进到里面 一个从里面进到外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antiporter 那同理 对于我们这个antiporter来说 它也一样是一个transport protein 对吧 所以它转运的方式 也是通过confirmational change confirmational change confirmational change 那它的做起来就很方便了 是吧 你看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在利用什么 我们在想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的lysisome 我们的脑海有lysisome 对于这个lysisome来说 它里面的proton应该是比较多的 对吧 然后它外面的proton应该是比较少的 因为lysisome它相对来说会比较acidic 我们有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变得多一些 是吧 正常我们可以利用 比如我们之后会讲的一个叫做 比如说我们称之为proton pump 我们可以利用proton pump 那同时或者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别的 比如说我们的antiporter 都可以 你随便 你按用什么用什么 我们只是讲这么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想利用sodium的gradient 去move我们的proton against the gradient OK 所以这时候比如我们来看 当我们的当我们的这个 当我们这个sodium发生binding的时候 它同时也bind了一个我们的proton 那当我们这个protein发生conformational change的时候 它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sodium的gradient 去move我们这个proton against它的gradient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sodium是往里进的 而我们的proton是往外走的 那这个功能主要是干什么用呢 主要是维持我们细胞的一个正常的pH OK 我们细胞正常的一个pH 因为你想想 细胞里面是不是有个实际的N3 对 所以这个时候sodium又是drior force 对 它又是drior force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Cylozol它的pH应该是比较 反正我们讲到CylozolpH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它应该是一个pH是7.4 7.2左右 它是一个normal physiological pH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Lysosome 它的pH是不是会小一些 当然会小一些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想把Cylozol里面的protein 移动到Lysosome里面 那么我们该怎么操作 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anti-Phozol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让Lysosome里面的Sodium 从里面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protein转移到我们的Lysosome里面去 OK 这就是我们的anti-Phozol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有simple的 我们有anti-Phozol的 它们会在不同的地方起到不同的功能 那这几个例子我希望你们记住了 OK 那我再解答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能不能说 这种这个Driving force可不可以变 可不可以变 那理论上是可以变 比如说你拿另外一个Molecule去Drive 另外一个Molecule是可以变 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你比如说外面的Sodium比较多 里面Sodium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Sodium就可以从外面进到里面 然后Drive另外一个Molecule 比如说从外面进到里面 那如果这个Sodium的concentration变了 它里面高外面低 也是可以work的 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我的transport protein 它都是work in either direction OK 所以它是可以work in either direction 它既可以去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去转运 也可以逆方向去转运 所以这个是我需要简单强调一下 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antipolar的功能 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simpolar 一个是antipolar 它们都是利用Sodium作为我们的drying force 好吧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pump 那pump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直接用atp了 它非常非常直接 非常street forward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有几种不同的pump OK 那第一种pump呢 我们称之为p-type ATPase 所以前面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名字 就是一个类型 那atpase 下次如果你见到atpase 那它大概率就是一个pump OK 它呢在hydrolyze我们的atp 为这个pump提供能量 为这个pump提供能量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谁是我们的这个p-type ATPase 那这个p-type ATPase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东西 叫纳甲泵 叫做sodium potassium ATPase OK 叫sodium potassium ATPase 那这个sodium potassium ATPase 干嘛呢 它呢是既可以移动sodium 又可以移动potassium 所以它一次可以移动 两种不同的mode 两种不同的mode 那它是怎么移动的呢 那你需要注意 所以它呢 一旦我们给它supply了atp 那它可以把三个sodium 从里面运到外面 的同时 又可以把两个potassium 从外面运到里面 OK 好吧 那这个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这个pump 来做这个事情啊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 外面是不是sodium比较多呀 所以我们来画一下 所以如果在这地方不知道 外面的sodium的concentration 是比较高的 那细胞里面的potassium的concentration 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我想把sodium 从细胞里面运到外面 然后呢 我把potassium从外面运到里面 是不是都against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使用pump 对吧 它就不像我们刚才讲过的sand port 是一个是down gradient 一个呢是against gradient 但是现在两个都against了 那你就没办法了 你没折了对吧 所以你只能去选择给它input energy 你只能选择给它input energy 那这个时候 一旦我们给它supply了这个ATP 那ATP进过来就会怎么样呢 它就被hydrolyte成了ABP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phosphate移动哪去呢 移动到它的身上 所以我们这个ATP 我们的这个纳甲泵 它就会被phosphorylate OK 那当它被phosphorylate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移动三个 就会发生一个conformation的change 把三个solium移动到细胞外 把两个potassium移动到细胞内 OK 所以这是同时操作 它是同时操作 那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子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子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那这个你的size上呢 给你一个图 这个图呢非常经典 非常不错 你可以看看那个图 但是不爱给你懂结了 那我们一块来看 整个过程是怎么操作 好吧 那首先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让三个solium bound到我们的cytosolic pocket里面去 也就是说 第一件事就是 那我们说 那对于这个protein来说 它肯定是中间 肯定要发生一个conformation change 对不对 它里面是有一个 类似于pocket这么一个东西 口袋一样东西 可以bind的这种各式ganomolec OK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三个solium 会bound到我们这个cytosolic side 那同时 我们可以让一个atp过来 所以atp呢 也bound到我们这个 这个sodium potassium ATP 那一旦我们的sodium 发生了binding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pocket 是closed 那避免我们是不是 还会有更多的 就会把molecule 或者发生binding 或者说怕我们这个sodium 从里面溜了 就有可能了 对吧 因为相对来说 毕竟我们细胞里面的sodium 比较少嘛 对吧 所以如果一旦我们有了三个sodium过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门给它关上了 所以我们就 这样这些sodium就走不了了 OK 我们走不了走不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干什么 我们呢atp呢 就发生了atp hydrolysis 那atp hydrolysis之后 它会变成ADP 它身上额外的phosphate去打量 它就加在了我们的这个 它就加在了我们的这个sodium potassium ATP 上面 OK 那一旦phosphorylation发生了 我们的这个sodium potassium ATP 它就会发生conformational change 那它的外面就打开了 那它的外面就打开了 那当它外面打开了的时候 我们三个sodium就可以离开了 那它就可以走 它就可以溜了 那同理 这个时候 我们依旧还是在bond这个atp 我们还放bond这个phosphate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开口还是向外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potassium bond到上面去 把两个potassium bond到上面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门就关上了 是吧 potassium就在上面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phosphate 给它拿掉 给它拿掉 给它拿走 给它拿走 那当这个phosphate 被拿走的时候 我们这个atpa又发生confirmation 还原到之前的confirmation 那开口又怎么样 又炒理了 对不对 那又炒理了 那当它炒理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这三个potassium离开 是吧 然后我们又回归了之前的native state 然后我们又可以bind三个sodium 又可以bind一个atp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门一关 那sodium又走不了了 那我们把这个atp再hydrolyze掉 我们把phosphate再加到我们这个atpa上面去 说又change confirmation了 对不对 它又冲外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sodium又离开了 当它离开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bind两个potassium进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phosphate给拿掉 phosphate给拿掉 那把它拿掉了之后 那我们这个confirmation又还原到之前冲理的状态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potassium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 所以整个cycle就这么repeats 整个cycle就这么repeats 那谁决定了 我们的confirmation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phosphate 那如果有这个phosphate在上面的话 如果这个atpa它被phosphorylate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potassium 我们这个开口就会冲外 就可以允许potassium binding 那如果一旦没有这个phosphate 我们这个开口就会冲内 那它是允许sodium binding 那整个whole cycle没有VP 那具体的这个step 我在下面都写了 你可以看一看 首先atpa3个sodium binding ok 那三个sodium binding之后呢 我们这个silosolic这个pocket就closed了 那closed之后我们的atpa发生hydrolysis 然后呢我们这个pop它被phosphorylat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生了confirmation的change 那confirmation的change发生了之后 我们这个pocket它就冲外了 所以sodium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溜了就可以走了 那当它走了的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bind了两个potassium进来 那同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pocket关闭 是吧 然后我们pop上面的pocket被拿掉 拿掉了之后还原之前的状态 e2是什么东西 e2呢是一个特定的 它是一个特定的structure 它是一个特定的structure 在我们这个n站里面 那原来的时候会讲得比较细啊 它说这个e2这个特定的一个状态 特定的一个state 原来是学的 那今年你们没有讲 你就不用carr它吧 好吧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状态 特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我们学的给它起了个名字 那你们没有touch到这个具体的state 就是e1和e2state 你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原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讲得可能稍微细一点 它把两个状态也写出来了 一个是e1state 一个是e2state 它写出来了 那我就把它写在这儿 那今年它没有讲这么仔细吧 那我们就不用特别去care 这两个不同的state 但是如果你想做到的话 没关系 那e1state 就是我们的pocket冲理 OK 冲理的这个状态 那e2state 就是我们pocket冲外的state OK 好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种 非常经典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学 很多的这些 这个sagular process 包括我们之后会讲 action potential啊 那都跟我们这个 sodium potassium pump有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protein OK 你要知道它的运行源 你需要知道它的运行源 好 好 我们再来看别的pocket 我们再看别的pocket 我们还有什么pocket呢 我们还有ftype pump 我们还有vtype pump 那这两个pocket呢 在干什么呢 它们都跟谁有关呢 它们都跟protein有关系 它们都跟protein有关系 所以你无论是ftype 还是vtype 它们都跟我们这个protein 那只不过 那为什么起名叫v 什么叫f呢 是跟它们的方向不太一样 跟它的方向不太一样 那你需要注意 如果是ftype的话 那它是利用protein gradient 去synthesize ATP 所以ftype会在哪个地方出现呢 它会在我们的inner membrane of mitochondria 或者说我们的inner membrane of chloroplast 还有我们的bacteria membrane 上面会出现 好吧 所以这个我们之后会学 我们在BioCAM里面 我们自己再讲 那我们怎么去产生ATP 我们就是在利用protein gradient 就通过一个类似于涡轮吧 涡轮就是我们这个ftype的 我们让它转动这个涡轮 然后去产生ATP 所以ftype是我们在利用protein gradient 去generate ATP 所以atpthin phase 就是ftype pump 那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什么 就是vtype pump vtype pump是什么东西呢 是它在利用atp去pump我们的proton 所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的lycense 除了lycense上面 上面会有比如说我们的antipor之外 我们还会有vtype proton pump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lycense 变得更个thin 因为我可以直接给它input ATP进去 当它hydrolyze ATP的时候 就可以把我们的proton 从一个concentration比较低的地方上 不能有concentration比较高的地方 比如说lycense ok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proton pump 好 那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abctransport 你需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 你不要看它写的 叫做abctransport 你就不把它当成了pump 它依旧也是pump ok 它依旧也是pump 那abc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atpbinding cassette atpbinding cassette 那这个东西它在pump什么东西呢 它会pump一些small molecule ok 尤其是一些比如说drug molecule 一些些drug molecule 那对于这些drug molecule来说呢 我们首先我们细胞认为它是外来的 对不对 它可能对我们的细胞有害 是吧 虽然咱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治病的 对吧 但是细胞不知道 那细胞觉得你烹吃给我来一个 外来的这么一个mall molecule 那你万一给我使坏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abctransport 它可以把我们这些进到细胞里的small molecule 给它pump到细胞外面去 pump到细胞外面去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abctransport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做multidrugresistanceprotein 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你看它对多种drug都有resistance 为什么呀 因为一旦这个small moleculedrug进到细胞里面去 就怎么样 就坑吃就给它用atppump到细胞外面去了 你好不容易 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药吃到我们这个细胞里面来 那你又给它bump出去了 所以一点效果总没有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abctransport的一个example 就是我们的multidrugresistanceprotein 那有一些特定的细胞 它会过量表达这个protein 比如说谁 比如说我们的cancer cell 你好理解吧 那对于我们的癌症细胞来说 它不希望被我们这个药物所杀死 所以它会over-express我们的abctransport 那一旦abctransport太多了的话 你这个药一旦进到细胞 就给它被运出去了 一进来就给它运出去了 所以你这个药物起到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这是我们的三种不同的pump 或者是说有一些在我们的licism上有些v type 它在利用atp去pump 去pump 好 那几乎就这样 就是差不多我们的这个需要掌握的这些例子 包括它的一些工作模式 我都讲了 那我们不能只盯着 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些东西的本质去看 对吧 我们得看它的功能 我们得看它的功能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我们来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 就是我们身体内是怎么在利用这些pump进行工作的 OK 那我们先举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的这个小肠的细胞 我们的这个epithelial cell 我们的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 那这个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 你需要注意一下 首先呢 它身上呢 是有tiduction 那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小肠绒毛细胞啊 它中间呢 是有这个tiduction 这个tiduction 相当于是缝线一样 就把两个细胞死死的缝在一块 所以这两个细胞的中间是没有缝的 OK 这两个细胞没有缝的 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tiduction 把我们两个细胞缝在一起 那不用太纠结 tiduction什么 我们之后会剪的这张细胞 所以 它在利用我们这个tiduction 把两个细胞缝在一起 所以你的这个外面的这些营养物质 你想进到我们身体内 你只能走什么 你只能走细胞里面才能进来 中间这个缝啊 它是进不来的 它是进不来的 你没有这个小份 没有露出这个小份 OK 那这个时候就会对我们 吸收营养物质造成一些麻烦 比如说glucose 是吧 那我们刚吃饱饭 当我们刚吃饱饭的时候 那我们的身体 在不停地去消化这些物质 对吧 我们在消化这些 比如淀粉那些东西 把他们都break up 变成glucose 那glucose在肠道外面 所以这个部分是肠道外 所以上面这一侧是肠道外 OK 那下面这一侧是我的体内 是我们体内 所以在肠道外 那我们有glucose 是吧 那我们想方设法 也想方设法 把这些glucose运进来 对不对 把这些glucose运进来 那我们该怎么把这些glucose运进来呢 好 我们一块看 首先 这glucose在intestine里面 concentration没有那么高 OK 那concentration没有那么高 那我想把每一个 当然如果你刚吃饱饭 我glucose concentration比较高 那就是可以直接 钻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这个很简单 这很easy 但是随着你不停地在转运glucose 外界的这些glucose的浓度 就会怎么样 就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对吧 那我细胞里面的glucose concentration 就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直到它 它达到平衡的时候 是不是glucose 就进不到细胞里面来了 对吧 就进不到细胞里面来了 那我们想要去吸收 肠道里的每一寸 每一分glucose 那我们该怎么操作 是吧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利用 我们刚才讲过的 几种部份的transporter 那现在 我们已经吸收了 大部分的glucose 所以外界的glucose的浓度 怎么样呢 会比较低 OK 那细胞里面 由于它刚吸收了 大量的glucose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细胞里面的glucose concentration 比较高 OK 那这些glucose 还没有来得及 转移到我们的身体内 所以身体内部的glucose量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变成了一种类似于 三明质的这种结构 外面比较低 是吧 中间比较高 里面比较低 就肠道里面比较低 Lumen里面比较低 我们细胞的 Sylosol里面的 concentration比较高 但是呢 我们的体内的 这个extracicular fluid 里面的concentration 又比较低 OK 那怎么办 那我们该怎么去吸收 我们该怎么去 把每一寸 每一分的glucose 都吸收到我们的体内 我们该怎么去操作 我们一块来看 首先 在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一侧 我们称之为apicoside OK 从外这侧我们称为apicoside 那在这一侧上面呢 我们会表达 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 叫做sodium glucose sample OK sodium glucose sample 那当有sodium glucose sample 因为肠道外面的sodium 比较多 我们之前讲过了 细胞外面的sodium 比较多 所以现在外面的sodium 比较多 glucose比较低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sodium concentration ingredient 就是把我们的glucose一起带进来 就哪怕你外面的glucose 弄得比较低 没关系 不用怕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sodium glucose sample 去move我们的glucose against我们的gradient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肠道内其他的glucose 一起吸收进来 给它一起吸收进来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那当它吸收进来之后 是不是我们得给它运出去啊 对我们得给它运出去啊 那我们怎么给它运出去呢 所以在我们的basolateral side basolateral side 就冲上我们身体这一侧 那在这一侧呢 我们有glucose transporter 那它是一个uniporter 还记得吧 所以由于我们细胞内部的glucose比较多 细胞外部的glucose比较少 所以当我们这个glucose 跑到另外一侧的时候 它就可以被我们的这个glucose uniporter 从我们的细胞里面transporter到我们的体内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glucose的absorption OK 完成了glucose的absorption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你sodium是不是进来了 对吧 你sodium是不是进来了 那我还说 那你这细胞里面的sodium 是不是要比细胞外面的sodium 理论上来说 是不是要少 应该是外面sodium高 里面sodium少 对吧 但是由于你的sodium进来了 是不是导致我细胞里面的sodium concentrate增加了 对吧 那怎么办 我们得想慌是否把这些多余的sodium 给运到细胞外面去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又可以express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讲过的project 是谁啊 我们的sodium potassium pump sodium potassium pump 那它就可以把多余的这些sodium怎么样 蹦到细胞外面去 是吧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哪怕是外面的sodium进到细胞里面来 外面的sodium的能够 一旧是很高的 一旧是move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ingredient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sodium potassium pump 那当它把我们的sodium 运出去的时候 是吧 同时它又可以把两个potassium移进 OK 好吧 那团人问了 那我们的potassium怎么办 没关系 由于我们有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些potassium 就会持续不断的 它可以再出去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通过了几个 就在这里有三个protein 三个protein的协同功能 就帮我们去转运了我们的glucose 有哪三个呀 第一个是我们的sodium glucose sample 一个是我们的glucose unipole 它们两个最关键 是吧 因为它们是移动glucose 两个最重要的手机 那当然还有一个来配合的 是谁啊 是我们的sodium potassium pump sodium potassium pump 也是好多个protein一起配合 所以好多protein一起配合来操作的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首先我们知道 对于我们整个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来说 它应该是外面 是外面带正电的离子比较多 对不对 里面带正电离子比较少 OK 那第一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的major player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 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 因为由于我们的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的存在 所以我们内部的potassium可以干嘛 可以一直不断的往外跑 OK 我只要potassium多 我就可以往外跑 只要potassium多 我就可以往外跑 OK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sodium potassium pump OK sodium potassium pump 那它可以干什么 它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ATP 是吧 把我们三个sodium密到外面去 同时把两个potassium运进来 OK 那这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那就说 potassium进来可不可以进来 没有问题 同时我们是不是积累了 越来越多的potassium 所以potassium不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没关系 由于有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的存在 我们这个potassium 可以一直再回到细胞外面去 没有问题 所以就会导致 就是我们外面攒的sodium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是吧 那同时我们还有这个potassium channel 一直存在 那我们potassium 一直可以从我们的细胞外面 跑到这个 从细胞里面跑到细胞外面去 那这时候我们就拿到了一个 相对来说外面离子比较多 是吧 里面离子 只有正离子比较少的情况 那我们就拿到了一个 这个外征内服 类似这么一个resting member 那当然这个情况比较简单 比较简略 实际情况下比这个还要复杂 因为我们这个体内不仅仅只有potassium 不仅仅只有sodium 我们还有calsin 我们还有chlorine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Ion 它们同时也会participate 到我们这个member potential里面来 OK 那只如果现在由于我们讲这个 sodium potassium plus 还有我们的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 讲这个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这个重点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这个protein圈上 所以potassium leaking channel呢 在我们整个resting member potential里面 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同理 我们这个potassium sodium potassium 泡 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同时 我们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就是什么呢 叫electrogenic 什么叫electrogenic 什么叫electrogenic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它可以产生电的变化 那为什么它可以产生电的变化呢 那由于它move ion的数量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两侧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 这些离子数量的变化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注意 那我们的sodium potassium pump 其实它也在中间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好吧 那差不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整个 转运这一块 那转运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那我说几个比较重点的这种 考的这个部分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出题比较多的呢 是第一个就是这个membrane permeability 这个部分 是说的比较多的 它会问你比如说 哪个molecule有着最highest permeability 或者说比如它问你哪个molecule 还有最lowest permeability 这种比较多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较多呢 这些模式 这些模式可能比较多 比如它问你 哪一个molecule 如果这张细胞里面 或者从细胞里面跑到细胞外面 还是通过哪一些不同的方式 你得知道 我们有passive 我们active passive里面还有simple diffusion 还有facilicid diffusion 那facilicid diffusion里面 还有uniform 还有channel 对吧这些需要注意 我们的active transport也分两种 我们有primary active transport 接着用atp 还有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其他离子的 和其他物质的chemical gradient 我们有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 我们有antipolar 我们有simple antipolar就是两个moving opposite direction simple就是moving same direction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这几个channel 它有这种结构 对吧 它有不同的gate 你得知道 同时我们在讲transport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它其实是跟enzyme work 差不多的东西 对吧 它是发生conformational change 它是可以被saturated 对吧 我们讲了这种不同的example 我们讲了glucose unipolar 我们讲了sodium glucose sample 我们讲了sodium proton antipolar 那这些都是靠的比较多的 那靠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sodium potassium ATP 这个是靠的非常非常多每间的地方 所以它的原理你一定要掌握清楚 好吧 原理一定要掌握清楚 OK 那最后就是我们做这两个integration 怎么去转运glucose 怎么去产生action potential 所以这两个有特别的注意 好吧 OK 那我们差不多就先这样 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比较容易 也不是特别困难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特别多的 怎么说呢 不太需要特别多的去强调 那后面我们可能会受到点难 尤其是那种sodium communication sodium junction 那个地方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所以后面我们再来自己来讲 那这个地方我相信可能在high school 就学过很多了 我们只是把high school的一些东西拿过来复习一下 然后再给它做一个类似于这种 正合这么一个过程 好吧 OK 好吧 那我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就先这样 好不好 好吧 然后希望这个makeup test拿了一个很不错的分数 就是makeup test确实是比 我看了一下题目 确实比普通题目的难一些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难度应该还可以 应该还算OK 还算OK 好吧 行 那然后就等你的好成绩 好吧 OK 那我们之前就这样 好吧 拜拜 我怎么会再给它 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